又一停傳說是否會有機會禁足 還有越來越多的集團或者公司做停業 實體經濟真的應該會受影響 怎麼看我們三月內會不會市場的信心 還在受到打擊呢? 我想如果你說在港股來說 我們真的叫做實體經濟 因為坦白說 也沒有實體經濟可言 都進去都死成一樣 你說現在的情況再做多少呢? 大家都不是主要擔心這件事 主要擔心停市 就是說停故事而已 但是機會率就很... 我自己覺得是比較低一點的 因為現在說到 就是由最初大家覺得現在都很有趣了 現在很多想不到的事情都會發生的 就是最初以為就是不會的 怎麼會這樣做 怎麼可能的? 是想不到可能的 但是就是... 現在通常都是... 都是... 就是... 創意比較厲害的嘛 就是現在 想不到... 都還有辦法 不知道為什麼做了 所以變成就沒有得這樣去特別想 他做不做到的情況之下 唯一那件事就是擔心停市 但是就... 暫時聽到那個方案 就是如果真的說 追新聞就是說 就算有禁足令 都會有豁免的嘛 那... 而應該金融業都是其中一個... 就是金融業從業員都是... 都是豁免的 所以變成如果從這一點去看 停股市的機會率就真的不算高的 還有另外一方面就是... 就是你看回... 講的歐美日不同地區都試過 就是爆到九彩都一樣 封鎖都有的啦 但是他們都沒有停過的 那如果... 結果我們因為這個原因 就是港股因為這個原因停市 都蠻創新的 是啦 是啦 都只是說很創新的 都沒有見過 那... 那現在是唯一大家都怕這種事情 港股如果你說的話 是這種 但是你說其他就應該不是很跟... 就是香港了 當時就... 不過問了一個指數先 因為大家可能就整體那個大使的想法 Hugo想問 他說有... 就是下... 向下的話 有沒有可能就是恆生指數 那麼就... 今個月建議二萬零八百點呢? 那麼... 那麼如果禁足令 真的... 完全辣到呢 什麼都不可以出去的話 那樣的情況是怎麼樣呢? 我想就不是... 就是跟剛才說的一樣啦 都不是... 主要不是看禁定的影響的 因為就停止就應該沒有什麼大機會發生的 應該... 那所以就... 就... 機會率就不高 那反而就是... 剛才剛才說的問題就是... 會不會... 包括就是... 譬如美元指數都還是... 保持著會... 就是越來越強 那麼你... 新興股市會有些沽壓啦 那另外一方面就是... 就是剛才說就是... 避免政治影響會進一步令到... 因為你看到之前就... 都不是怎麼跟的 就是尤其是... 我叫做那個... 戰事初期或者... 最初局勢緊張的時候 其實... 其他股市 包括就算歐洲自己本身的股市 都不是很跟的 但是你看到現在開始就是... 有個恐慌都是... 就是陸續會擴散 還有... 見到其他就算... 譬如亞太區股市 以... 日本和香港為例 都其實都幾... 國際提款基款的 就是... 總之一怕就... 不要管了 先沽了 就是... 一起都... 都... 亞洲盤就已經先沽了 就是... 都還是繼續這樣的話 那這個就會令到... 港股會繼續受壓啦 但是短期來說是... 的確都... 有些超賣的啦 那我覺得... 可能... 三月頭都有些機會是... 有些反彈的 那... 但是就反彈得不多的啦 說真的 都是... 都是... 很樂觀 都是在說... 可能23,200到23,500很盡啦 那如果23,500就說真的 坦白說就是... 那些牛熊症博弈就為主啦 就是... 都是殺了... 23,400 23,500 那堆... 那堆牛症... 熊症 sorry 這樣的情況會... 會大些咯 但是你說... 會彈到這麼多的機會率 都... 都不算很高啦 因為... 因為... 始終的問題就是... 剛才說就是... 外面... 就是外圍受壓的部分 都是... 嚴重的 那至於你說... 向下走 你說... 去到... 就是... 二萬一都穿啦 甚至乎... 二萬點啦 那... 不是沒有機會 但是屬於低機會 因為... 在說的情況就要是... 剛才說就是... 可能... 俄羅斯那件事的局勢會去到... 就是... 除了談判過列之外 要走到一些比較... 恐怖一些 或者害怕一些 那些... 那些黑天鵝的情況咯 就是... 譬如... 到... 這個引述回... 就是新聞講就是... 俄羅斯都有... 都有... 說過或者都有預備到... 就是... 最近... 就是啟動了這個... 他們叫做... 核武相關的那些部隊 那... 就是... 這個當然現在大家就覺得是嚇人的啦 就是... 都...都很正常啦 就是... 就是... 應該不會突然間... 這樣... 那麼... 是啊... 是啊... 那... 就是... 就是... 如果你說話是要去到... 就是港股要... 要... 要... 可能3月或4月... 要貼到下去... 近2萬點附近... 就可能真的要有些... 這樣的黑天鵝事件才會有啦 否則的話... 其實就已經... 都... 坦白說... 以申請市場來講... 它都反映了不少... 就是... 向下的因素的啦 那... 我覺得短線有點彈的 那... 但是就... 彈歸彈... 就是彈了之後... 就... 就算的啦 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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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能還要觀望或者偏淡啦... 剛才說的那些因素在這裡... 是啊...